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来《即市攻略》 继续有我朱美琪和大家跟进大市情况 恒指现在这刻升300点 报22,490点 大市成家暂时有280亿 期节方面都升348点 报22,484点 国企指数是升超过1% 报10,175点 这次和大家跟进異动股 却月是653方面 升幅凌厉 现时这刻升级超过2.1% 最新报是3.4千半 亦都是今天来说的高位 和大家跟进異动股 请来分析员和我们谈谈 有研究部的经理陈茴聪 Jason Jason 你好 Man 你好 消费股问你对吧 真是百事不得其解 没有公布任何公司消息的情况下 这次却月炒了上 上个星期才创了52周的低位 其实是一个纯粹性反弹 还是有其他因素令股份这样炒高 基本上这样问到我都不太知道原因 因为实际上看回消息面 看回一些数据 甚至看回统业 例如SASA 或者其他本港零售股 今天的表现都没有什么 很特别的异动 唯独这只却月升了2成上去 你说要解释相对是困难一点的 但是当然 你说未来会不会有些特别的动作 现在是有些人收到封 预先是炒定 那当然我都未能够是知识 但如果你说看回本身 却月之前出的那些业绩 例如之前出的中期业绩方面 持续的经营日历都要跌成七成半 大家都知道 在智能旅客不断放门下 业绩出来真的有很大的打击 他们的管理层之前都提到 在零售市内未来这一年 还是不会太好 还有铺租方面 虽然会有个调整 但是也不是说 即时可以在这一年里面 就令到成本有很大的减轻 那照计就说 在那个业绩面上 就很难说真的 可以是令到它升那么多 那会不会就说 他未来有一些动作 包括会不会真的 可以和一些其他的品牌合作 因为之前都试过的 曾经当时就说 如果一些公司拍得到 例如就好像759的 那个股价就可以升很多 又或者好像内地一些公司 拍得到一些电商 一些比较大的科技 电商那些龙头 做一个合作伙伴 亦都可以令到股价移动 那会不会你说 卓越真的在一个合作上 接下来可以找到一些partner 入股也好 或者签一些合作备忘录也好 那这些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会不会去现时 可能他们的大股东 都认为 零售市道都很难做下去了 会不会接下来 有机会转型做其他的生意呢 会不会那些生意 会有更加大的增长空间 那这方面也有可能的 甚至乎 也好像过去那几年 都曾经炒了很多 就是本身一些公司的业绩 是大倒退的 甚至乎可能是 连续几年是要虚钱的 那跟着他们那个大股东 或者他们那些董事 都知道那间公司 就很难再转下去的 那不如索性就卖盘 直接将整个货币 就卖给一些大陆的公司 那也都可以令到他们的股价 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异动 那所以你说卓瑜 你说未来会不会有 同样的这个憧憬呢 如果你说看回他们的业务来说 的确确就真的很难有一个 很强的增长点 但是又不至于去到蚀钱 而且你看回他们的股价 虽然跌了这么多 但是现时 如果你说看回他们的 叫做市值方面 也都不是说叫特别小 变相如果你说说要炒 买盘这个因素 似乎那个可能性 又未必说会真的太大 所以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原因 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呢 那来着真的等公司方面的公告 甚至乎你说 会不会有第四个可能性 是什么原因都没有 纯粹是市场 现在收错风炒错了 万一如果你说 公司真的发出一些 叫做不惜声音那些公告 又或者都澄清 没有什么所谓利好消息的话 可能股价 也有机会做一个调整 好 见到异动的时候 投资者可能都会深思思 去部署这只股份 现在虽然急升了 但依然是2010年 差不多水平的低位 如果真的部署这只股份 可否拼这个短期的顺风车呢 又或者如果真的 你刚才所说的相关消息 通常都是这样的 行业同业有什么消息 你很消息炒上 差不多的对手 或者差不多业务的股份 都会动的 好像现在叉叉国际 稍微都涨了3% 做2.73% 对于这个行业 即暂时炒这个消息 还有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炒作呢 我都觉得你说要炒这个板块 都是一个很短线 当然你说短期刚刚 会不会都有一些所谓的憧憬 有些利好消息 会出呢 大家不知道 你说是想着投机的 搏一搏的 未尝不可的 但控制住码 就不要说是太大 买得 但如果你说说 他在未来的周期方面的表现 我觉得都未必可以 跑得赢个大市 始终你说本地零售股 都现在面对相当多问题 包括人民币 我自己看 去到下一年 都仍是有贬值空间的 那美国你说 未来的12月加息 亦都会加速 港元对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那变相对于内地的旅客 要去出国购物的意欲 都会减低了 甚至乎你说 真的要出国购物的 他们选的首选地方 都未必说会选来香港 这一方面对于这些零售股 特别是叉叉卓宇 这些本身都是面向自由行旅客为主的 这些零售股 相信那个打击仍然都会持续的 还有看回国内方面 今年年中都大幅调低了一些必需品 例如化妆品 紫尿库 护肤品等等的进口关税 那意味着你说内地的人之前来香港买的 可能就他买不用付税 可以便宜了 大概是一成多到两成左右 但如果你说内地方面都希望刺激内需的 带动本土消费的 都见到的进口关税大幅调低了 那变相你说内地客 真的要买护肤品化妆品 他们可能都已经在内地方面能够买得到 亦都价格不是说差太远 所以对于你说这一类 从事化妆品、护肤品方面那些公司 似乎那个的长远发展 就真的未必说太好 所以如果你说中长线去到部署这些股份 我觉得就未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谢谢Jason 长长分析了这个版块 和大家先跟进美容零售 以及整个零售行业的最新表现 好,先说就是美容零售方面 SASA现在涉及3% 做2.73% 却决方面 继续初生眼现在做3.4% 升1.9% 其他零售股暂时没有升跌 包括欧书丹现在做15.2.8% 奥斯集团做9.2% 威哥国际做4.25% 看看珠宝中标方面的情况 都是向上的 周大福升2.1% 报5.91% 陆福现在升1% 报18.08% 周生生 升幅挨2.2% 14.34% 景福集团没有升跌7.5% 赤瑞琳没有升跌 至于东方标行升1% 至于英皇中标方面稍微微跌 跌幅不超过0.5% 最新报2.02% 谢谢Jason长进分析 这次时间都差不多 和你跟进大致方面表现 看到恒指方面 现在升超过1% 最新报22470点 升283点 Jason 和你稍微跟进恒指方面表现 今天来计算 虽然升幅似乎比勤力为之多 但是向上的动力似乎好像不足 那么 现在会不会都是 稍微动力没有那么多 情况下 都不会看得很乐观 对了 暂时对于市的看法 仍然都是 维持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 虽然今天它又升了200多点上来 但是都见到在大概22500这些位置 这条十天线仍然都是顶住了 就未能够是升得穿的 如果你说说去到下个星期 那我相信在内地IPO重启了 也都会说冻结资金 说的是万几亿的时候 照计内地A股要再向上的动力 未必说会是太足够的 而且都要留意 国内方面之前是严格控制 那个孖箭融资的 就是令到那个保证金方面 又要调高了的 那会不会都令到 就说之前那一阵的上升动力 将来都会减弱了呢 那这一方面 我都对于 就说内地A股也好 或者港股也好 下个星期的走势 不会说看得特别是乐观 暂时我相信上面 在22700这些位置 或者大概是20天线 仍然都会有个相当大的阻力 你说下面 22000这些关口 仍然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持 谢谢Jason 今次时间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报 提及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换来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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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